就是看你這個眼瞳的樣子 我也可以給你一個offer 館長 反正我都拿一千兩百萬了 我也不差那個零頭 我給你兩百萬 這三個月來 其實打到現在 我是有點心酸的 我看到這個人 已經有點失智失智的感覺 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了 所以光看這個影片 其實你們就能感覺得出來了 他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些什麼了 只要沒票 賣不好 我看他什麼時候辦比賽 我也要辦一場 OK 那你看 這個老人 我提醒提醒您 陳志漢先生 雖然您腦子可能不好 可能類固醇也打得有點多 所以影響了智力 首先我在這個全賽當中 扮演的角色 是參賽選手 而不是主辦方 就算主辦方找了再怎麼頂的台灣場地 對我來說呢 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就算一張票都賣不出去呢 對我來說 一點影響都沒有 OK 我也不會拿到賣票的分潤 好嗎 也許他之後會給我了 但是 I don't care 他已經給了我出場費 那你說我的重點是要讓這個全賽賣票 那當然啦 那到時候記者會辦一辦之後 我的確也有一些責任要幫他們賣啦 不然到時候都沒人來看也不好看嘛 是不是 所以他講的也有一點點沒有錯 但是呢 已經說了 如果票賣不好怎麼樣怎麼樣 他也要來辦一場全賽 來影響這個全賽的收益 對對對對對對對 看大家去看誰 對對對對 我在當天我也來辦一場好了 我現在想法 大家知不支持 支持 你千萬不要不辦啦 館長 一定要辦啦 我們兩個從同一場嘛 對不對 同一場嘛 壯齊嘛 我看到什麼時候辦 我就什麼時候辦 對 我們也來辦嘛 壯齊嘛 不是 你們不覺得很辛酸嗎 就這個人語無倫次到這種階段 不覺得很辛酸嗎 還是支持POES講話實在 我剛開始跟他吵的時候呢 我還真的會去看他的直播 看看他講了到底哪一些東西是弱智的 但是我發現後來啊 我看久了覺得全部都是弱智的 我就再也不看了 我等別人整理給我就好了 目前為止我心目中的是 統神跟國動 他要找統神跟國動 就你看這個人多笨啊 這個操作是什麼 我幫大家翻譯一下 我可能你們看不懂 但是我相信也很多人看得懂 就是跟我吵架 可能想要盡可能的拉友軍 從之前本來說也不贊助丁特 說沒有預算之後呢 被史丹利酸了一下 又贊助回去了 這也是拉友軍的一種 他之前呢 統神不是出來說 館長要牽我的時候 不是噴了館長一頓嗎 那當時呢 館長也有開場直播噴回去的 說他糖尿病啊 怎麼樣怎麼樣的 說是TOYS的狗啊 哔哩巴拉講了一大堆 那現在呢 又要找統神跟國動了 那國動最近呢 有去開箱他的便當店 然後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從哪裡呢 講出一些 他不爽館長的東西 那現在為了拉友軍 搞得好像給他們錢 他們就會來湊我一樣 所以這些人也是怪怪的啦 真的是怪怪的 那加上他先把這個名單丟出來之後 你想想看啦 如果你是國動 或者是你是統神 你會不會掐著他的脖子 欸 那至少要比照一下 之前你給史丹尼給丁藤那些爽約吧 是不是 這個人真的就是 到底在幹嘛啊 不知道他講了一千萬是多少錢啊 我不知道啊 欸我不知道 給他的是給他的啊 好不好 欸 他也可以說他拿一億啊 也可以說他拿十億啊 好不好 那是他家的事 通 其實在我看來啊 就有一點點像 眼紅的一種啦 因為畢竟他自己本身是格鬥界的人嘛 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沒有拿過 比較高額的出場費啦 覺得說我不配拿這個錢之類的 所以他去質疑這個錢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 蠻無聊的啦 他說辦一場比賽要三千萬港幣 來 我辦比賽辦那麼多年啊 今天我們講 北部最大的場地好不好 我來介紹給他 就是我們雲棒使用的林口國體 一天一百萬 後面就開始算成本了啦 我先講我知道的成本好了 首先是我的出場費 一千兩百萬加中培生據說 據說他拿一千萬港幣 也就是四千萬 也就是五千兩百萬 那加上最頂的場地 我得到的資訊呢 我現在不能公布 但是那個場地是多少錢 其實我沒有概念 但是絕對是比 呃 陳之漢 口中所說的什麼 桃園雲爆那個場地要再更大 實際他到底是多少錢呢 我也不知道 那加上可能會有其他的演出嘉賓 演出嘉賓要不要錢 行銷團隊要不要錢 只是你辦那個格鬥比賽的格局 是不一樣的 你那個是純格鬥 我們這個是泛娛樂格鬥賽事 OK 嘉賓要不要錢 場地要不要錢 中培生的出場費要不要錢 我的出場費要不要錢 行銷團隊要不要錢 這個人的格局啊 就在於賣票 到底可以賣多少錢 都什麼年代啦館長 還是有很多 異業合作的方式跟管道的啦 比如說贊助啊 比如說下廣告啊 等等等等嘛 你的格鬥賽可能沒有流量 所以沒辦法招傷 但是這個格鬥賽有人演出嘛 不是單純格鬥的人來打而已 那當然啦 如果你看你這個樣子啊 就是看你這個眼紅的樣子呢 我也可以給你一個offer 館長 反正我都拿1200萬了 我也不差那個零頭 我給你200萬 館長好不好 我給你200萬 你就來那個比賽當天 你一起來打 我找一個選手跟你打 打贏的有200萬 我找金剛刀來打 這個人已經嗆你嗆你好幾年了 他還說想要打死你 他好像也是你以前的師父 好不好 我就設定一個額外獎金賽 但是金剛刀 打贏了不能拿錢 你打贏了可以拿錢 你也想賺這個錢 我看出來了啦 你現在一定也是非常後悔 當初講出尊師忠道這幾個事啦 對不對 原來主辦方這麼有錢喔 要我少賺了啦 是不是 你給統神加國動 也就幾十萬的獎金賽 他們兩個人加起來的流量 應該也跟你差不多而已 我出四倍 台灣格鬥界不是你最頂嗎 總不能整天打什麼吃屎哥 打我這種的吧 是不是 我那天信手你也打成這樣 那我們也要看一下 爺爺你跟同量級的人 在打架的時候 是長怎樣呢 甚至那個人的量級比你還低喔 但是那個人我看他 我稍微滑過他的臉書啦 他好像是真的蠻想把你X了 所以這兩百萬看你要不要啦 但是我先把話擺在這了 如果館長說要打 但是我沒有給獎金挑戰賽的話 我從此永久退出 而且自己去跟法官說 無奇徒刑